新手最适合种植的绣球品种有哪些呢 花园们 我现在是在塔莎的一个绣球苗圃 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绣球花海了吗 虽然它们现在都含苞待放 但是已经有一种花海的感觉了 那首先呢 今天我先按照我自己的感觉 给你们推荐一些新手比较适合种的品种 好不好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品种 刚好我们的阿姨呢 在装车 那随便拿一颗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品种我相信 花园们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叫无镜像 对吧 在国内最早被引入过来的 然后调蓝调粉的效果都很好 新枝开花能力一级的棒 它是一个新老枝都可以开花的品种 所以它的花量很大 然后如果我们的冬天温度很低 把地上的部分都给它冻光了 那么第二年它新养树枝条依然可以开花 那它这个特点我觉得是没有其他绣球可以取代的 这就是为什么它优秀的一个原因 它的花苞呢 还没有完全的打开 这就是半开的一个状态 等它全开了以后呢 其实效果会更漂亮 你看 这个呢 就是一个五加仑的无镜下 上面多少花苞呀 满满的 对吧 等它全部开了以后 你想想看这个开花效果就是 一盆就可以沉紧 每一棵都这么优秀 那第二个品种呢 给大家推荐银河 看到上面它满满的一个花量了吗 拿起一盆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一个枝条是芒枝 每一个在上面都顶着一个花苞 这就是银河优秀的地方 银河也是一个具备一定的新枝开花能力的一个绣球的品种 它是重拌的 每一个花瓣都有一个尖尖 花球很精致 花量非常的大 第三个我肯定要推荐加成 它是一个蕾丝花形的绣球 非常的灵动 非常的飘逸 然后它的新枝开花能力和无镜下一样优秀 另外的 它的花量非常非常的大 看见了吗 然后你可以调出梦荒的蓝色 也可以调出梦荒的粉色 也可能会出现像我手里这种红蓝相间的一个颜色 都非常非常的迷人 加成在蕾丝花形的绣球里面 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最爱 看看这一小丛的加成 放在一起 这个效果 哇塞 见花不见夜 是不是很好看 这它的花瓣还没有完全的打开 打开了以后 效果会更好 第三个品种 要不然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切花的品种 它叫太阳神殿 它的枝条非常非常的挺拔 拿一颗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它的花量了吗 它是可以开成一个球形的 花球很大 然后调蓝调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优秀 如果你想剪锈球插花瓶 太阳神殿应该是你的首选 那最后一个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新品种 它是一个很优秀的品种 叫佛罗伦蒂娜 大家知道在月季里面有一款月季叫佛罗伦蒂娜 那么绣球里面这个名字也找到了它的主人 你看 这个品种它好在哪里 多么的矮壮 花很整齐 然后调蓝调粉的效果都很好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的显色 这是它花朵初开的一个表现 这个品种的优秀的地方就是 枝条很粗壮 整体的珠形是非常匀称的 像这样的绣球如果你种在户外的话 你是不用担心下雨天把它给领倒的 对吧 它就不会东倒西歪 所以我自己感觉啊 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有市场潜力的 所以说没有入手的话 你们强烈安利给你们弄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推荐这四款 那剩下的呢 放在下一期吧 拜拜